欢迎大家收看第二节,我是K 我是Kalib 在我身边刚刚推出了第二本住宅 感受浅情,即场必杀旗,编辑清雲号的Buno 李金铭先生 Hello,大家好 Buno,你这本新书提到你做过很多工作 游低做戏,逐步往上爬 上一节我们谈谈面试的攻略 今节不如谈谈升职跳槽的话题 虽然我们上班时谈谈跳槽不太好 不过我想很多打工者都很想知道 最直接的,怎样才可以成绩 首先第一件事,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为了 多少少人工去跳槽 我觉得跳槽,首先来说 就是好像一个蜗牛 如果你成长比学习快 而那个环境让你继续发挥 那你可能要去到另外一个环境里 令自己做得更多 和成长得更快 但千万不要为了多少少钱去跳槽 如果你说要令自己升职 有接受更多的挑战 有更多的责任 当然会带来更多的回报 首先第一件事,要了解 就是你在现在做的工作里 或者过往一万小时的五年时间 打好基赛的时候 有没有真正正持续性的成绩 可以让别人看 很多时候我也会说 其中一个竅门就是 如果公司叫你做100分 如果你只想要做100分 可能有时就会弄了脚 可能做到90分、80分 太大压力了 对了,但如果你先说 如果你给我的目标是100分 我怎样可以做到120分呢 这样的时候 你可能会突破一点 去想一些比较特别 或者更加令自己很紧张 如果要做120分的时候 要做多很多东西 始终如果你说老板 如果比较不同的同事 或者好像我以前 负责整个亚太区的业务 不同的国家地区 当然有些地方是做得低于预期的 就要找其他地方去填补 做小组的生意 如果往往有些公司 或者有些同事 他可以每次都超过预期 可以做到120%的成绩的话 你想想第一 就是升职的时候 怎会变成他呢 一定会记住他 业绩这么优成 是啊,没错 而且我想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要去想想 在工作上 他如何跟其他同事沟通 合作方面的能力 是怎样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想到 当你自己做自己的事 就很简单 做多些、做快些、做好些 但如果要升职的时候 要有更加大的责任 或者有更多的工作 就可能要跟团队里面 开始要如何合作 所以你如何跟不同的团队 去合作 表达出来的能力 其实也很重要 但是通常 你说这么多 这也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有很多时候 有些公司的发展空间 是有限的 而内部未必有太多 晋升空间 这些时候 是否应该想想 是否应该是转工 你没有可能 从二十多岁 做一间公司 或者一份工作 可能做到你退休 其实现时来说 我认为 见到年轻人 就是转工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最重要 就是可能 转工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一个理由 就是你怎样可以 令自己 长远的目标 是否如何符合你的发展 或者是学一些新的技能 或者是有更多的责任 就不畏转 是的 因为始终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我想老板更紧张 他一定会想留你 或者给多些人工 或者给多些机会 给你晋升 所以如果在这间公司 已经做到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学 或者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开始觉得悶 也提出过你的这个诉求 而公司又给不到你的发展的机会 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很合理的理由 就是去尝试去找一些新的刺激 新的工作 如果我衡量过 我都觉得可能现在公司的发展有限 又或者好像刚刚Bruno提过的 例如我曾经要求过 想可能尝试某些工种或者工作 但是公司可能不满足的时候 我衡量过之后 我决定转工了 那真的收到提供 很多人我想 大家第一时间都在想想 人工上面 有什么不同 就是升幅令你很吸引 但是我想人工以外 你会不会觉得有哪些关键要素 或者哪些因素 都很决定 其实这份工值不值得来转的呢 当然啦 尤其现在年轻人 其实做事就不只是为了钱 他还要是大家要合得来的 就是要做一班团队 究竟是不是 都是大家有共同理念 除了上班那么长时间之外 下班还会让大家一起玩的 这些我们就叫做文化 或者在团队上的一个大家的默契 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年轻人来说 除了你用了五年 一万小时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想想想 在未来的五年或未来的十年 你去到二十多岁 可能到三十多岁的时候 你当然想去多远 还有做到什么 那你怎样现在去选择那份工的话 或者一间新的公司 都要考虑一下 究竟这个可以弥补到你 哪方面的 可能不足的地方 令到你有这样的机会去发展 除了人工之外 大家可能比较着重的是 人工和福利 但可能我们都不能忽视了 一份工作背后给我们的机会 或者工作行人的前景 再去考虑一下 应不应该跳槽 对 其实我们的经验 就是 你经常想着 人工可能会忽略了 实际上的公司 提供到你的机会 或者经验 或者工作的性质 但人工固然是很重要的 反过来 如果你不去 纯粹将人工作为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的话 那你去看多些 就是公司的发展机会 你自己的职责 或者团队 那可能 你也不代表 你会少些人工的 如果你先出发 如何才看哪些 好玩些 或者有发挥的机会 那可能都会帮到你 亦都可以 争取到一个 好的人工的机会 因为有时 我亦有时看到 网上有些人提出讨论 例如他觉得自己 现在的工作 他知道可能是 下班的 但是上班很开心 但是可能 工作上的变化 也没有那么大 那这些时候 你觉得 做一个年轻人 应该如何选择 如果是开心 但是又没有什么 特别的发展机会 那人工就好像觉得 比较来说是偏低的 那当然可能 就要再想一想 是不是 就是公司里面 有其他职位 他可以去争取 或者是否 如果他争取其他职位 他需要一些 什么额外的技能 或者是要付出 一些什么额外的 可能进修一下 对了 或者是经验上不够 就是要如何去 补复不足的地方 大家都相信 都学到不少了 听完之后 那我行两个了 那我还是决定 留在这里 继续努力 看看是否升职的机会 有志气 我等你做Boss 加油 Burno本书是有广告的 做Boss和领袖是不同的 我是要做领袖 真的有看我本书 不如我们下次请Burno 和我们说一下 领袖和Boss有什么分别 很大的分别 顺便我们可以教Kenneth 如何做领袖 但是下次之前 我提一提 本书是说入职篇的时候 有些除了一万小时 就有几样东西 有八样东西 给大家比较一下自己 和里面所说的一些技能 包括公司的文化 各方面 比较一下 看看自己有多少分数 好 我们最后 都试下自己计算 有多少分 没错 好 那我们下次见 OK 下次见 拜拜 别走 或者答谢大家看到这里 当然要送快闪邮给你们 只要Kick description条链 在Burno的新书 除了有85字之外 还会包容送到你家 快闪邮的期有限 立刻行动 拜拜